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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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東北 東北這邊 我觀察可能與地理完全有關係 就是你在 你是東北早大的是吧 我發現就是看你們的心態 基本上差不多 尤其在黑龍江啊 就是遼寧 吉林這邊 尤其其實靠著這個草原這一塊 大草 就廣闊的這種 這一塊 對 我覺得一方水土一方人 你們的心很空很廣 就是真的是 你能跟你說話的時候 都能就是 在你說話的時候 你能感受到那種心啊 就是很空很大 但是裡面沒東西 就像那空空的那個草原 草也沒長 但是不是荒漠 但是很空 就好像沒有太多東西 能潔窗到這裡邊 就是潔窗不滿 很多東北人都有這個給我感覺 所以呢 東北人有時候出來的話 走到江湖上啊 當然這個就不是完全你了 因為我是接觸了很多東北人的啊 這個 就走到這樣 一部分要嘛就是 改村肝床 就是 你會發現它就是 因為一般有時候走出來 一般如果是 調節各方面 物質調節各種 就是不是很具足的話 中原不具足的話 你就發現 很有野心 就是在企業上 野心勃勃的 好像 而且有時候甚至不擇手段 因為它那種內在的那種 那種空曠 那種心量非常大 但是它不是一個無我的人 因為那種虛空曠的大我照在那 它更要面子 更要自重 更自重 更自重性更強 就是一個空空的我 大我 這種自重性跟面子更強 反而很自我 有時候就是好像 自我更強表現的 還不是那種很謙虛的 很無我的 但是又很有野心 好像總想一口要噴 就是很大 一口要噴掉這所有的東西 就是 但是呢 底下的條件有不具足 就是很容易失敗 就很容易 讓人感覺到野心勃勃 不擇手段的 但是呢底下 好像就是 小得太大 做得太小 就總會存在這種斷層 南方人就不是這樣 但是後來我慢慢發現 我開始也是就是 就去觀察 就是這 但是他們 其實你們 就是這一批人 心都還是不錯的 就心眼挺好的 就是說 是那方水土導致的 就是那個東北整個遼闊的那種 那種地理氛圍啊 還有那種人也稀少 當時在那 就是人口沒那麼密集 就像這 還有就是 大家說 從小那邊可能交通不太便利 或者有的地方 物質的這個匱乏 很多原因導致了 就是 所以你看東北那一篇呢 氣功啊 當年的很多 理論上的佛學這方面的人 學佛的特別多 因為你知道那種 困擴的那種心態啊 那種心態啊 因為物質層面的東西 很難一下子切充滿 把它那種 物質名利這些東西 感情甚至很難切充滿的時候 必須是信仰 就是一定要切精神層面的 只有精神層面的能把它充滿 就是古氣氣節 傳統化的古氣氣節 還有精神層面的信仰 還有你的追求 就那些那些精神層面 都是一旦提起來的話 那種空曠就切滿了 你的心理層面切滿 然後在這種有信仰有追求的 這種切滿的狀態下 然後做那件小事 就做這些喝一杯茶 或者再安下來做這件小事 這樣這個東北就寫得很不錯了 就是覺得他又有信仰 又有支撐 又有鼓氣 然後心量又廣大 然後他踏踏實實 再去做一些小的東西的時候 就寫得沒那麼 就是給人感覺不到說 有野心啊 給人感覺不到 因為他要有信啊 有些精神層面的資助的時候 他做事就有了原則性了 他有底線的原則性 他就不會負責手段 而且那種野心 被精神成年充滿了 他就不會那麼匯法 覺得自己好像什麼也沒有 就是 不管得到什麼都覺得沒有 就是因為他太大了 那個欲望 叫野心也罷 叫欲望也罷 如果有條件人家叫雄心壯志 沒條件的咱就叫野心給欲望了 這就是看成子兒為王 敗子兒扣嘛 就是這樣了 如果我們是官二代 富二代那叫雄心壯志 如果我們是老百姓 那就叫野心給欲望 都可以 敗子兒扣嘛 但是這個是有精神層面的充滿的 所以一定要在這個精神層面這一塊 要追求有底線 有氣節 然後追求讓自己的精神層面很充實 然後再一步一步做視野 這個時候反而東北人很厲害 知道嗎 他們才能站穩腳 如果出來在江湖上闖蕩的話 才能站住腳 沒有精神層面的你的心裡邊太空曠 讓人感覺到恐懼 南方人跟你做事也覺得 第一是你覺得裡邊虛 他其實是這種感覺 第二說你說大話 第三說太死要面子不吃虧 就那種慢慢他就會覺得你野心勃勃的 你想的太大了 這個小事還沒做好你就想做大 他會對你有看法 但南方人呢 他是反正是各個地方不同的地理環境 我覺得對他的心態啊 心情上的東西影響很大 做生意也是 很廣闊很廣闊 他就是每天看著那種廣闊的皮 也長大的 就是心量就 但這就不是心量寡大 是心裡空曠 沒東西 沒有造就一個心量寡大 因為他自我嘛 但是呢 心裡邊永遠是空曠曠曠的 長大了也是我發現 就好像永遠那個心 就是草原那個人也沒有 幾個牛羊 就是那種感覺 如果是從精神層面塞滿 然後有底下 這樣才能做事 一定要有力的 他自己在有一個信仰 有一個精神層面 而且相信那些 把自己訓練的 就是真的那些東西 成為你的精神之中 就是相信那些東西 而且在生活裡邊把它用下來 踏踏實實厚道 先用下 就是用下來的時候 你會突然發現自己的那種 就厚道了 否則黑鹿江還好 吉林跟遼寧這一塊 有一點 雖然東北我感覺到 土地很遼闊很肥沃 但是有些地方的遼寧啊 或者吉林這邊 反而人有時候氣薄 氣薄 感覺到 他那個說話那個 氣薄是一種就是 心太廣 就是 心太廣 氣鋪上去 因為薄 但土地太風扇了 是吧 就感受不到 那個能量的鋪 鋪不滿 不拒 對不拒 但不是散 就是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如果東北人 如果能做到 有些地方做好的話 很厲害的出來 因為他的能量寬度好大 所以你看很多以前的那些 大氣故事都是來自東北的 因為他寬 他如意去 如果他一代以某個信仰 某個他認為的信條 來指導他的思想 他就能夠摟回 真的是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樣 南方人是南方人的樣子 南方人這種狀態呢 適合做小生意 但是呢 東北人這種狀態呢 其實你是 也適合做 如果有信仰友 也適合做小生意 但是也適合統治 統治 就是統治者 一代出來的 就是成績思汗那樣的 就是 他就是統治人 他因為小了 他買足不了他的那種心 他覺得 哎呀 要打就打個大的 打那個小的幹什麼 要打就打個大的 他蓋房子越野地蓋山姆地 但是他忘了從前門走到後門 他很累 就要那山姆地幹什麼 因為一定要大事 但這個世界沒大事 你去找那些大事做 那就很麻煩了 有的要不當王 那就造反了 做什麼大事 因為在北方文化裡面 有什麼大事可做 這個世界除了生死還有大事 生死也不是 生死也不是 生死不是環境 真沒大事 這世界狀態啊 他在牽入修辭的時候嗎 很重要的 要一旦你 你的牽入點注意的話 南方吃的 他一方吃魚啊 吃海鮮 你吃海鮮 其實這個飲食文化 吃海鮮的 我覺得在欲望這塊比較重 海鮮本身就 它就由於海裡邊那個味氣面 就是心 心就由於 心還有但是還有西藏 還有就是內蒙這邊吃羊 吃羊就是吃牛啊 就是吃羊 牛還好就是吃羊肉 喝那個羊奶和牛奶那一塊 就是其實這兩塊這個欲望都很強烈 就是被南方的心能導致人的 就是那種情感的波動和小小的淫慾 就是小小的那種淫慾 就是這與這個動物的氣有關 所以你要覺得這生理上的欲望 控制不住的話 你就不要吃肉 生理上欲望很強的話 尤其不要吃海鮮 就馬上就感覺到 他就能補到這個生理上 羊肉也是 所以那塊就是西藏那塊 所以他的飲食也決定了 他為什麼要走徒 Melanie 走那個秧 inhibit 走那個民族的刀圈 它就他生理上的能量釋放不出來 沒有文化又不出腦力動 完全是生理的 又是吃肉的 吃羊肉吃 喝羊奶的民族 你是很難去讓它說放下植物 本能的那些东西很难突破 南方这边呢就是这个海洋 不过现在海洋没有那么新 因为污染严重了 就是反而那能量 海洋那个都没味道了 就像在吃苹果吃里 吃在嘴里嚼得就没啥味道 有一个下眼神 不像小时候那样 没有那种从政了 所以反而不咋地了 所以导致中性人越来越多 就是中性 就是波动 这也是与饮食有关的 饮食要去炒 小时候没有虾那些我就不吃饭 但是修到就是在这个生理上 中越我们是中国是中越三西这一块 中越这一块是五谷 包括岸西 就是五谷 它又不靠山 它又不靠水 它吃不上海蟹 它也没有牙肉牛肉 它是去五谷炸两 吃杂粮是植物嘛 这一片在生理上的欲望 我觉得没那么强烈 我把一些饮食 从小的饮食物化人 但是它的思想 它的角度很多 它比较复杂 它吃杂粮 考虑问题 它考虑的很多 所以三西这一块它可能会就叫三西西安的出牧寺 牧寺 它会这一块这种地气适合去就是出军司 就东北这一块呢 出牧寺或者都有也有一些一些地方 比如说三西的北方或者是靠近内蒙这一块 这一块也出帅才会降才 因为它结合了内蒙跟东北这一块的辽阔 又结合了三西的 如果东北人再结合上就像三西西安陕西这一块 甘肃这一块的人的那种 尤其中原的文化 中原的文化跟那种 如果这两个结合起来的人就很厉害 但是南方呢 它就是有生理的小小的欲望吸引 它就湖北湖南这块的人就是一旦 但是他们吃辣椒的地方 它会专注一件事业 一定要干成功 就是它那个专注力特强 就是很辣的 就是又很有辣的 它为什么厉害 它就是我要今天要干这件事 它就会一鼓作气一直一直一直干 很坚持 它不会打扰受打扰 就是它在某一个味道里面 特持久持续 就是这种就好 就是湖北湖南四川 这些人就很厉害 很厉害是它因为它专注 专注坚持 专注坚持那就很厉害了 但是专注坚持 当然说那些伟人 那都是力道别弱了 不评论了 因为已经超越了地狱 你说哪个星星降下来的那就不敢说了 那就在天树里边了 你就不能在地狱 地狱对它的影响比较少 它的看天象 天树星座对它的影响很大 那些伟人 就是世界上那些伟人 你就要看天象 查天象不是查地狱 你不能说它哪儿出生的 那个地狱对它影响没那么厉害 它超越了那些东西 你要看星座 就是看星象 所以那些伟人死的时候 那种星星会掉吗 或者说地震啊 它在星象里边 也一个伟人的出现 在星象里边是有天象 就是它太厉害了 能量太厉害了 真的 真的会 看能看到的 嗯 就是到达一定能量等级了 天象里边才写信 嗯 明知麻也是不行 就是我们可能在星象里边看不见 嘿嘿嘿嘿嘿 然后有些人就 就不厉害了 嗯 吃辣 就是 当说什么都有例外嘛 我们是大概啊 大概就是 那种核 它是来自于专注 嗯 就是那个气息的专注 嗯 还有一个就是气候 特热的地方 特冷的地方 对人的影响还蛮大的 这些东西都是 反正人就是个多元体 人是无我 它就是个各种姻缘的组合 你的生存八字 你的生的地方 你的父母 当然父母影响蛮大的 你的父母 包括然后生长 被你影响有点 还是真的有的 还有投胎那个东西 投胎那个东西 性格上主要是投胎的 影响大 其他的看你能不能 你性格上投胎那个东西 我很弱 那么其他的影响就很强了 就能左右你嘛 就后切教育往上跟 因为你本身那个东西太弱了嘛 后切就能改变 就是你的环境啊 对你影响很大 切身投胎的这个东西就很顽固 后切啥也改不了 不能使劲修 我们也许都是些顽固方式 啥也改不了 才修行 修行又是蛮顽固的 又不怕天不怕地 老师这是修行的特色 天也灭不了地 灭不了地 然后来这修行 顽固 不顽固 前往以后别说别人的老顽固了 哈哈哈哈哈哈 死不该活也不是 反正也修不动嘛 就不动了 就这样 没把那个不动带过来 把那个顽固给带过来 是啊 有着相的不动就是顽固嘛 哈哈哈哈哈哈 着相了你还不动 我在乎在乎我就在乎 你这不是顽固吗 这不是着相的不动吗 哈哈哈哈 抓了牛角结的不动 就像着相的敏感就是过敏 对 你着了笑了还不动 死在相上了 没解脱死在哪 那边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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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Z